防疫的幕后英雄还有护理师们 那今天又是国际护理师节 卫福部长陈时中也说很感谢护理师 还有他们的家人 他们的贡献守住了第一线 守住台湾的安全 护理师平常工作很辛苦 也会遇上一些想不到的状况 一块来看看 你这么可爱 你这么漂亮 你有男朋友吗 没有耶 我有个弟弟 想要介绍给你 电题一开 从大姐到上京 男主角全家人大阵仗到医院 对护理师送上一大束鲜花 让女主角既尴尬又害羞 这件我腰子给你开车有效的 要效12个小时 真的吗 我人就太疼痛 疼痛就要 你还叫我笑12点钟 当讲台语的病患 遇上台语没练等的医师 护理师还得充当翻译员 还有不论是手机钓马桶 或是病患要求切水果护理师 都使命必达 彰化秀传医院今年护理师节 因为疫情影响 将过去晚会庆祝的方式改成拍影片 入境的民众病患 全都是院内的护理行政人员扮演 相当逗趣 他可能要面临我们很多疑难杂症 而且每个人的问题都不一样 12号是国际护理师节 卫福部长陈时中也感谢护理人员 在这波肺炎疫情攻势下艰苦奋战的辛劳 护理台湾队及他们的家人 希望他们这样在这样不眠不休的一个贡献 带来我们一个安全的社区 我们都非常感谢 给护理人员一封信 那透过这样的活动呢 来邀请大家一起来支持护理 那截至目前我们已经收到国内外总共有1.7万封信 今年是护理住产年 透过假设网络 让大家可以写一封信支持护理人员 感谢他们的辛劳 守护台湾人民的健康 接着张花台被综合播等